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6月10号 雷安人民币曾经一度跌破了6.96 再创本轮调整的新低 虽然5月底以来美元指出的跌幅不小 但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依然是震荡走弱 季节性的购汇需求上升 再跌加外部风险因素的扰动 使得人民币汇率短期走势表现出了硬硬的惯性 当前中美贸易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那么接下来人民币汇率到底会怎么走 有哪些决定性的因素 而迫不迫期到底重不重要 来听一下各界的分析 据统计仅6月3日这一周 美元指数就下跌了1.22% 周跌幅创下了2018年2月23日以来的最高 美元指数大幅下挫 理应推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依然震荡走弱 表现出了一定的惯性 不仅如此 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也呈现了贬值的态势 外汇交易中心数据显示 6月5日 人民币汇率指数集体下跌 表明在美元回调背景下 人民币汇率表现要弱于其他的主要非美货币 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为什么呢 因为国际市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那么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 挥舞了这个贸易战的大棒 对中国包括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方面 都带来了新的一系列的压力 那么这种情况下面 自然人们对于未来是有些担忧的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中国经济的运行 它的增速从原来的6.5到7%这个区间 今年降到了6到6.5这个区间 就是增速的一个水平的区间是下了一个台阶 那么这个也是符合中国长期发展的一个趋势的 但总体呢还是比较平稳的 另外呢从今年的国际收支的情况来看 其实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 去年一季度的时候 中国的国际收支的顺差有1200亿美元 但是今年的一季度的时候 国际收支的顺差降到了只有100亿美元 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 人民币汇率出现一定的贬值的压力 这个是反映了市场的实际情况 既是供求关系推动的一个结果 同时也是预期对市场汇率波动 所产生的一个影响 所以现在这种反映出的状况呢 我们认为确实反映了市场实际的运行状况 我们货币当局也没有采取措施去进行干预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这方面的迹象 还是按照市场的运行 有分析也认为 当前人民币贬值惯性可能源自两个方面 一是年终购汇需求较为旺盛 进入6月份 海外上市的中资企业分红季已经到来 虽然部分由海外收入的企业 可以动用自有的外汇资金派息 但是仍将有相当一部分的资金缺口 需要通过提前购汇进行补充 而临近暑期 居民出境游逐渐进入了旺季 也会导致用汇的需求上升 二是目前外部风险因素 持续压制市场的情绪 使得汇率走势表现出了一定的单边调整倾向 汇率一般来讲就三个变量 一个国家的汇率 凡是你不是发造国 那么这个汇率就有三部分力量来决定 第一部分力量就是你的基本面 基本面不是经济增长 决定一个国家汇率稳定与否的 关键上你的创造外汇的能力 那就是出口 所以这个基本面 基本面不看经济增长 是6.7 6.5 6.9 这都没用 关键你要看你的出口 因为出口才带来外汇 外汇供给增长了 本币才会升值 本币才会稳定 所以这是第一个决定汇率的变量 那么第二就是预期 如果出口不好 就加上大贸易战 大家都知道这个外汇供给会减少 外汇供给减少 外汇就会成为美元就会成为稀缺的东西 稀缺的东西就会涨价 那本币本币就会贬值 学者指出综合多方面的因素来看 人民币汇率贬值风险可控 首先良好的基本面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支撑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保持了足够的韧性和巨大的潜力 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不断的增强 长期向好的态势不会改变 海关总署最新的数据公布显示 5月份中国实际贸易顺差为2791.2亿元 扩大了89.8% 今年前5个月 中国实现贸易顺差8933.6亿元 扩大了45% 大额贸易顺差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直接和有力的支持 人民币汇率总体上来看的话 还是会可能会保持相对稳定 在期左右之间波动 因为中国国际收支还是保持顺差 尽管未来的预测在贸易战的背景之下 可能会受到一定的不利的影响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一些数据出来的话 对欧对其他地区的出口仍然在增长 所以顺差还是在增加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人民币不存在着大幅度贬值的预期的 那么未来的话 我认为这可能会相应的会再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1比6.5到1比7.5这样一个区间 就伴随着宏观经济以及国际收支的运行的变化 它出现相应的一些变化 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其次外汇逆周期调节为人民币汇率拖底 近期部分央行官员接连表态 表明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政策立场 外汇逆周期调节加大了对冲的力度 可以确保人民币汇率波动不出管控的边界 值得一提的是近一个月以来 尽管人民币汇率承压 但是中间价坚守了6.9的关口 释放出较为强烈的维稳信号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去简要地说一下 决定汇率是什么 一方面是国策 国家的政策对它是什么 那我们国家的国策 我们要外贸出口 外贸已经成为世界老大 人民币不能升值 人民币升值对外贸企业没好处 它换来的外汇就少了 人民币很值钱 那你换来的硬通货就相对地去减少 如果人民币升值了百分之二十 那反过来就减少二十的硬通货 这很简单 所以中国国力的强大 站在国家角度一带一路 站在我们老百姓要全球去扫货 站在其一家角度 全球要去谋偏布局 人民币又要硬 那人民币一方面为了外贸要贬着 为了我们的收购进口 我们成为最大的一个石油进口国 铁矿石的进口国 你要进口人民币就要硬 硬了你进口东西就要多 所以这是我们国家的国策 是吧 面临着两个方面的调板 所以中国的国策就追寻着人民币 算了 扁一扁的好处 升一升的好处 各自都有各自的坏处 那么中国追寻人民币趋稳定 你离散度不要大 那么你离散度大 我就有办法 再者美元或将触顶 有望从边际上减轻人民币汇率的外部压力 近期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大幅升温 美联储口风也有所松动 显示了降息大门已经敞开 二季度美国经济数据或将充当触发的因素 随着美联储放松货币政策的概率上升 美元主市出现高位回落的可能性也在加大 人民币汇率面临的外部压力将有所减轻 内部来看 中国国家统计局6月12日发布的CPI数据显示 2019年5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2.7% 有分析生 这一涨幅已经创下了2018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从长期来看 贬值压力在今年的下半年会被消除 为什么这么自信地说 因为我们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要爬上100的可能性是基本上很小了 就是说美元指数长期往下滑 虽然说美联储最近可能对经济学家判断 可能加息的可能性在减少 并且减息的可能性在增加 这是说减息更说明美国经济的疲软 并且我们看一下 这个美元指数在长期利率下滑的情况下 它在爬上去的可能性很弱 目前人民币虽然是有贬值的压力 但长期还是有升值的可能 最后中外利差走扩 海外资金流露也有利于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 近期海外债市大涨 但中国的债市表现平稳 中外利差持续的走弱 人民币资产对外资的吸引力上升 5月份境外机构大幅的增持中国的债券 外汇局最新公布 截至2019年5月末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010亿美元 较4月末上升了61亿美元 升幅为0.2% 但是我再回过头来讲 人民币不是说没有风险 风险依然有 比如说就是国际化的这个程度 我认为太快乐不好 国内也不适应 国际上也不适应 所以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 就在经常向下和资本向下 目前我认为总的态势相对合理 最关键的是资本向下 所以我的意思在经常性项目上 不断地去拓展它 在资本向下我们缓缓地去做 来度过我们未来迎来中国经济 在世界发展的那种 今后难以替代的这种作用 中美贸易争端经历了多个回合的磋商 谈判的艰难程度 以及事态的发展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中美贸易战会如何的演变 会不会从贸易领域升级到金融领域 双方各自有什么筹码 可能拿作下一步应对的工具 汇率无疑成为了备受关注的焦点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刚表示 贸易战可能会给人民币 带来战时性的贬值压力 但是噪音过后 人民币将会回归稳定 目前人民币汇率逐渐逼近7的临界点 他强调了人民币并不以某种数字 到达某种坎为界限 他强调了是人民币的 那个我们讲那个比较灵活机动 确实进入特别提款圈篮子货币以后 人民币必须走这条路 他是柔性的跟其他四种货币 相联系 互动 我经常说不破7是符合中国利益最大化的 这里面我想从 首先就是说7 我说这个数字 单纯说数字来说 6 7 8 还是6 5 4 3 2 1 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你也不关心它 但是当数字和金融 和投资者的心理结合的时候 和财富结合得一块的时候 我们大家就会非常关心 尤其是在我们不能够基于市场的这种变动 在进行配置的时候 它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汇率的波动对于一个国家的综合影响是非常复杂的 对于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强的经济结构 汇率波动对于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往往非常的有限 而对于以供给老化产业占主导的经济结构 一旦主要的经济技术竞争力不强 更多的依靠低成本的优势或以消耗资源 牺牲环境为代价进行海外市场的拓展 海外市场份额很容易被替代 对于这样的经济体 汇率贬值虽然短期内能够维持相关企业的出口成本竞争力 但长期来看 不利于出口企业的转型升级 形成核心竞争力 汇率贬值还未造成资本的外流 对于国内的其他产业也会带来冲击 就是每当汇率 人民币汇率贬值 尤其是逆时贬值 就是来国际上很多非美货币 对美元是比较稳定 甚至升值的时候 人民币在贬值 或者说来别的贬值 就1% 我们是2%或者3%的时候 就我们逆时贬值的时候 我们中国资本流途的压力 是非常显著的 我们用人民币贬值来刺激出口 来抵消关税效应 这种方法我们想从全国 从学界 从业界来说不可取 因为人民币贬值 对中国产业的刺激作用在减弱 产业结构并不是靠 包括就业并不是靠出口 就靠人民币贬值来拉动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概念 这种观念已经打消掉了 所以未来更考虑到 中国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 有学者分析认为 中国经济已经是一个 深度融入国际分工的 大国经济 开放经济 中国在进出口贸易 跨境投资 资本流动 还有利率 汇率等方面的 一举一动 既会影响到中国国内的经济 同时它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 那么如何在两害相权取其轻 既能够平衡国外的贸易问题 同时又不让财富 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损失 又能够针对国内的经济实际情况 保持经济稳定和微观的经济活力 认识到汇率对于不同经济结构的 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 是决策的关键 下节回来我们还是继续话题 好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中国深度财经 根据中国国家外汇局发言人的说法 中国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 主要渠道跨境资金的流动状况也保持稳定 外汇储备规模稳重有升 对于未来 中国外汇局强调中国良好的经济基本面 将会为外汇市场平稳运行 提供有力的支撑 长期向好的态势不会改变 但是国内金融市场的波动可能会加大 另外就是全球政治经济不确定性因素 仍然较多 那么这些情况对于人民币汇率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来听一下各界的分析 对于美国官员近期有关香港修例的言论 中文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2号在记者会上表达了强烈反对 敦促美方停止以任何形式干涉中国内政 耿爽还重申 中央政府将会继续坚定的支持香港特区政府 推进两个条例的修订工作 美国综艺院院长佩洛西近期就香港修订逃犯条例 发表了评论称 如果条例通过 美国国会或将会重新评估 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是否拥有高度自治 对此 耿爽在记者会上批评称 任何国家组织个人都无权干涉中国内政 对美方官员这种不负责任的错误言论 中方强烈反对 中方对美方有关人士就特区修例 发表不负责任的错误言论 对香港事务不停地在说三道四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我们要求美方客观公正地 看待香港特区政府依法修例 谨言慎行 停止以任何形式来干预香港的事务和中国的内政 而针对逃犯条例的修订 12号在香港又有市民游行表达反对 对此更上重申 中央政府将会继续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修订条例 中国中央政府坚定地支持香港特区政府 推进修订两个条例的工作 任何损害香港繁荣稳定的行为 都是香港主流民意所反对 香港逃犯条例修订引起争议 民众上街游行反对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以及正在进行2020大选党内初选的 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等人表示 这表明一国两制在香港失败 按风商说 香港回归以来保持了长期的稳定繁荣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 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践形式 会充分考虑台湾的现实情况 会充分听取两岸各界的意见建议 也会充分照顾台湾同胞的利益和感情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刚 9号出席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 会见了美国财长卢姆钦 针对外界关注的中美经贸磋商的进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0号在记者会上 并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 但他强调 中美之间要恢复谈判 美方必须要拿出诚意 另外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近期接受采访时 渲染华为安全威胁 耿爽在记者会上也再次做出了回应 称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 不道德也不光彩 有失一个大国的水准 而越来越多的国家在5G建设中选择了华为 也表明了客观公正的态度 公道自在人心 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士 对中国的企业参与本国的5G建设 表明客观公正的态度 正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独立自主地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 蓬佩奥先生应该懂得一个浅显的道理 那就是满世界造谣污蔑 山峰点火 最终损害的是他个人的形象和信誉 损害的是美国在全世界的公信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 6月5号出席了华盛顿保守派智库 美国企业研究所举办的有关 20国集团和全球经济的座谈会 拉加德指出 中美贸易谈判破裂等下行的风险 猝死IMF半年内三次下调了 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 至金融危机以来最低 全球经济增长将会在今年下半年回升 但是这是基于中美贸易战 不会升级的假设之上 美国财政部发言人稍早前表示 财长卢姆钦将在会议期间 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义纲会晤 这将是中美第11轮高级别经贸磋商后 双方磋商团队成员的首次面对面沟通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 日本经济也正在受到影响 日本专家表示 作为20国集团的主席国 日本应在中美之间发挥桥梁的作用 防止贸易摩擦继续升级 日本全日空公司称 今年1月到3月发往中国的货物重量 较去年同期减少了两成 日本专家分析称 日本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非常大 今后日美在进行贸易谈判时 日本也可能陷入不利的局面 日本经济的実力潜在成长率 0.8%しかないので そういった国でですね 0.6%というのは ダメージとしてかなり大きい 今後の日米の貿易協議の影響でですね 例えば自動車の輸出の自主規制を求められる などになってきますと 相当な投大力をですね 日本は受けてしまうのでは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 G20財政中央銀行行長会議 6月8日在日本福岡举行 作为主席国 日方希望从多边角度 探讨缓解贸易摩擦的方案 G20峰会也将在本月下旬 日本大阪举行 专家呼吁日本在中美之間 发挥桥梁作用 防止貿易摩擦继续升級 中美貿易摩擦受到了日媒的高度关注 日本经济新闻此前发布社論 批评美国肆意上调 关税的举动非常危险 敦促美国保持冷静 中国商务部6月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受到中美貿易摩擦的影响 今年以来 中美双边貿易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尤其是農産品的贸易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以大豆为例 1月到4月 中国进口的大豆2439万吨 同比下降了7.9% 其中来自美国进口的431万吨 同比大幅下降70.6% 而来自巴西 阿根廷等国进口的大豆 则出现了大幅的增长 同样在前4个月 中国猪肉进口77.4万吨 来自美国进口的猪肉为7万吨 同比下降了53.6% 来自西班牙 加拿大 英国荷兰等国的进口 则大幅的增长超过10% 中国市场是一个开放的市场 我们欢迎各国 有竞争力的产品 进入中国市场 从上面的两组数据可以看出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做法 给双方的农产品贸易 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损人害己 另外高峰透露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期间 双方有关部门共同签署了 深化中俄大豆合作的发展规划 为全面拓展和深化两国大贸易 和全产业链合作奠定了基础 两国的有关部门还签署了 俄罗斯大麦书华检验要求的议定书等 五项农产品准入的协议 将会有助于推动农产品贸易 持续快速增长 中美经贸增端的紧张局势 扩大到了教育科研领域 记者了解到 目前公派留学 以及化学 人工智能等 高技术专业的博士签证办理 在审查上越发严格 有留学中介人士表示 目前美国对于中国赴美的留学签证 存在着区别对待的现象 签证现在感觉得出来 是属于美国对于中国学生的签证 有区别对待 像公费留学 或者是一些敏感专业的博士 审查的力度会更严一些 但是对于多数的 占中国去赴美留学的学生 多数的这些学生 本科和硕士来讲 签证的形式并没有变得很严 牛秀山还表示 受到中美经贸关系影响 英国留学去年开始异常火热 申请的难路也在不断地上升 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学生 开始同时申请两个及以上国家的研究生 有内地学者表示 限制人才是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一部分 建议内地学生灵活地选择留学目的地 它现在首先是限制中国商品 是加税 然后限制中国科技 这个归根到底 它是要对中国人才加以限制 就是中美的竞争中间 除了货物 从了科技 最深层的东西是人才 所以它限制中国人才 到美国去留学 或者去研究 这样的一种做法 使它和中国 这个 遏制中国的一种战略的一部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想我们的学生呢 应该有更多的选择 只要是他学习的专业 别的国家是可以替代的 中美贸易争端以来 人民币汇率也是随着贸易谈判形势 而不断的波动 美国重新启动了 对中国3000亿美元商品 加征关税的相关程序之后 人民币汇率从6.7 变到了6.9附近 未来中美贸易争端 所导致的热点事件 在很大程度上 还会影响到人民币汇率 在一定区间内的波动 但是中国也在警觉 形成长期的人民币贬值预期 当前货币当局 已经在加强人民币预期的引导 认为人民币在合理区间内的波动 是正常的 但是要避免形成 一直贬值的预期 好 下节来看一下 内地资本市场的表现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中国深度财经 本周内地爱股大盘出现了小幅的反弹 成交量温和放大 券商板块表现活跃 在6月13日宣布科创板开板之后 部分的科技股也是有所表现 来听一下市场分析人士的看法 好 欢迎两位 钱其敏 马涛 我们看到这周市场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反弹 但是成交量其实到后几天配合的并不是理想 但是这周的市场还是有大事 比如像6月13号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就宣布科创板开板 这一件事情对整个市场包括接下来一段时间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科创板可以说万众矚目万众期待 实际上开板的仪式来讲的比较全面了 比方说它是一种制度的创新 它是GIE制度也好 审核制度也好 注册制也好 多重的上市标准也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对于科创企业来讲 它是金融和科创要素的打通 能够使得科创企业面临更多的资金的支持和发展的机会 我想这个中央也反复强调 包括银行商会的领导 反复强调就是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那么这一部分应该说体现比较重温 第三个就是对于金融中心的建设 对于科创中心的建设 对于市场影响力的提升 不管是国内层面的还是全球国际层面的 都会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推动 所以我觉得从科创企业这个开板 可以说对资本市场未来 它说是一个里程碑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我觉得也是很恰如其分的 无论基金怎么看科创企业宣布开板的时间 应该说整体的时间点 是比较符合之前资本市场的一致预期的 就是在6月份左右先宣布这个板开始成立 然后具体的交易时点 具体的上市时点 再根据具体的资本市场活跃程度再去定 因为我们看到实际上是从16年以来 整体的市场对于每周2到4家的这种新股的上市 应该说接纳能力还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真的是多出来一个板 特别是对于交易比较活跃的这种科创板来说 资本市场在目前状况下的承受能力有多少 我们需要去观察 当然一个新版上市的时候 它会先对整体的主板的大盘带来一定的提振 因为对于打新的资金现在是越越欲试的 但是打新的底仓方面 它会先带动一部分对主板权重股的配置 我们看到最近整体的上证50指数 特别是银行股走出了一波非常独立的行情 应该说和这些打新底仓的逐步建仓是有一定关系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在科创板开板交易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打新资金对于这种大指数的稳定的效果 然后一旦它开始交易之后 可能整体上会对一定的这种高波动的 这种科技类的板块的交易金额 是出现一定的分流的 因为毕竟是对于这种短线的 同时付业票比较高的投资者来说 科创板它是他们更好的这么一个跑道 6月13日第11届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 中国证监会主席议会满宣布科创板正式开板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上海市市长应有 中国证监会主席党委书记议会满 共同为科创板开板 落实好注册制 核心是增强信息披露 提高透明度 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让投资者能够自主进行价值判断 更加关注未来成长 更加关注长期投资的价值 让上市公司接受市场的严格选择 最终推出一批更好的上市的公司 三 二是要完善法治 提高违法成本 加大执法力度 所以此前还有一些投资人认为 就是说这个科创板推出之后 会不会对资金产生分流 对这个市场会有一些其他的影响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券商怎么看 这个我们还是觉得会的 因为现在来讲 主要还是存量资金博弈 对吧 而且对于科创板的投资 因为它的交易制度规定 20%的涨跌幅 它的弹性比较大 波动力比较大 所以风险厌务性的资金 恐怕不会进来 而风险偏好比较高的 它实际上已经在市场当中了 包括我们看到最近有些专股 接了一棒一棒一棒往上拔 也很活跃 当然后面可能会有暴跌 但是这些风险偏好资金 可能会对科创板抱有更多的关注 一方面政策的支持 一方面新鲜事务 大家耳目一新 然后又有一些交易制度的配套 所以对主板来说 会有一些基础效应的 所以未来我认为 结构化会更加的明确 这种结构 第一就是科创板可能非常活跃 第二个就是和科创板 像类似的现在在中小窗 在主板当中的一些关联公司 如果你这个定价很高的话 我们所谓流动性的价 或者交易的价 那对这些公司它有一个提升 应该说自2016年以来 整体的这种北上资金 它的配额也好 它的进入的渠道也好 它的交易的方式也好 已经对我们的市场 产生了一个比较深远的影响 而且最近我们是发现 当整体的市场上窜下跳 甚至在一些位置上大幅下跌的时候 北上资金又开始坚决的买入 似乎现在北上资金 成了一个风向标了 整个市场的一个风向标 很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 是 应该说 甚至到分钟或者小时级别 这种交易者 包括机构投资者 都会非常关注 北上资金的这么一个波动的情况 而且北上资金最近的结构 相对来说也是发生了变化 从之前只是单纯的去追逐 像消费以及银行板块 他们最近开始去重新的 去布局一些成长方面的股票 因为相对来说 经过这次科技的摩擦的冲击 很多的成长的股票 已经几乎是回吐了 过去两年的涨幅 而且开始布局一些进攻类的板块 比如说非银 不再仅仅是在消费 或者是避险的板块里面扎堆 这个和之前外围市场的上涨 比如说像韩国的股市 或者是像其他东南亚这种东盟国家的股市 上涨是比较匹配的 所以还是非常建议关注北上资金 现在逆势加仓的这么一个过程 中国证监会主席议会满 在6月13日举行的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表示 中国证监会将会陆续地推出 9条举措 加大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 9条举措主要包括 放宽外资银行在华从事证券投资基金 托管业务的准入限制 全面推开H股全流通的改革 我预计乐观的情况来看 下半年A股市场有可能创出年内的新高 就算悲观一点 重回三星点之上运行 是大概率的时间 所以建议投资者在目前这个位置 保持信心和耐心 一方面要对于经济的前景有信心 对于优秀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有信心 另一方面就是要有耐心 因为市场的调整可能时间会比较久 那么在这段过程中 通过持有白罗马股 来应对市场的波动是最好的策略 对于这个本周券商板块的表现 怎么看 前几面 我想券商还是一个风向比较轻于表 券商股的活跃某种程度 因为大家对科创板的预期提升 觉得今后的新股发行 这个可能会阶段性加快 那么第二个就是波动率增加 可能它的交易量会活跃 那么就是对券商股 收益 对 那么当然我也觉得 短期市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还是有一定的短线炒作的色彩 也就是说你去看这个这一轮 最近几天这轮的这个圈堂股活跃 都是小圈堂 太平洋长得很活跃 对对对对对 一些市值小的它就非常活跃 而市值大的相对就比较慢 新的圈堂 对这就表明什么呢 就是说既有它的基本面逻辑 但同时市场因素短期的这个痕迹还是比较明显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卖方研究报告 卖方研究所最近几天也在开这个年终的策略会 总体基调还是认为至少有结构性 长流的机会也好 或者说未来三季度可能宏观经济会有个相对低点 然后四季度以后这个市场会有个向上的趋势 整体的基调还是不错 那么如果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 能够被试证印证的话 那么券商股应该说在这个阶段还是值得看好 马涛对市场热点的看法 应该说我们还是偏向于相信 从现在往未来的两个月的时间来看的话 整体经济跟市场都会有一个修复的可能 从这个角度来说 一旦开启一波加库存的行情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是整体的工业品的需求会出现恢复 第二个就是全球的这种制造业或者贸易相关的景气调查 会出现一个统一的这么一个修复的状况 五月份的出口应该说已经是超了市场上一致的预期 尽管还是很多这个意见领袖是在用抢出口的方式去解释 但是如果接下来更多区域的这种出口数据公布起来 都有一个修复的话 应该说大家还是会对经济的修复是有一定的希望的 我倒觉得可能更大的一个机会是还是流动性 我们可以看到一季度的时候流动性有个阶段性的放松 然后到三月份M2什么这个 都超预期嘛的社会融资规模 然后开始就强调要把控货币供应总闸门了 然后大家觉得收了 对吧 然后有些监林就讲这个政策顶到了 对不对 又开始 从最近这个节点上来讲 似乎又开始有点松有点放 这样的一个信号 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A股市场反而它有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推动 有一个力感建议 所以我觉得基本面的改善可能还在后面 但是流动性如果能够改善的话 那对这个市场会有一定的帮助 当然我们还是要看什么 就是市场有没有自身的这个盈利示范效应 因为你有盈利才能够吸引更大的成交量 因为从现实的角度来说 本周的量能还是不够 虽然有一定放大 但是量能还不够 说明大家还是在 你看我我看你 心动不如行动 这个204001厂内的回购利率还是很低 说明大家有钱 但是不愿意拿过来扔到股市里面去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市场如果要好转 一方面流动性 一方面还需要培育性性 国泰均安 A股进入绝佳战略配置阶段 广州万龙 央行流动性叠加科教板 反攻行情未结束 巨方投库 市场不确定性加剧了A股调整 招商基金 短期货将以相提振到为主 提业证券 A股有望在三季多末开启终极行情 好 嘉宾观点 供您参考 祝各位投资顺利 下周六晚九点四十分 中国深度财经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